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芹菜,胡萝卜,鸡蛋 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懒人美食 芹菜洗净,去皮,口感更细腻 然后切成末备用 胡萝卜也洗净,切成末备用 放入盆中 打入两颗鸡蛋 放点盐,辣椒粉,十三香 再多放一点点葱花 玉米面,面粉 搅拌成比较稠一点练的糊状 大概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玉米选选鲜饼模式 刷少许油 倒入菜糊 把它给摊薄 再撒一把炒熟的芝麻 更香,更营养 再打一颗鸡蛋 用铲子把它给刮薄 盖上盖 烙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蛋液已经凝固 借助地子或者盘子 给它翻下面 盖上盖 再烙两分钟就可以了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就熟透了 这样做的芹菜胡萝卜饼 口感爽脆 营养丰富 简单又快速 五分钟就能出锅 喜欢赶紧试试吧 我是小鹅 下期见